來 給他最難 給他最難的是吧 好 來 好 來 不要太難了 來 各位觀眾朋友歡迎來到冰冰遊禮 我們今天來到了池佑禮 這邊是我們等於是松山區的宗教文化中心 這個里長看起來很年輕 實際上這個 我們第二題目來猜一下里長今年幾歲 如果猜對 我們有小禮物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跟里長來探討分享請教 這個里到底有什麼特色 我們這個千里寥寥來派 里長應該會跟我們講一講 這個里的特色是什麼 是 我們池佑禮是算松山區最東於 最靠最東邊的 整個松山區的最東邊 對 北陵基隆河 然後我里內有 十間廟宇 全松山最多的 對 有十間廟 然後一間教會 還有一條勞和街觀光夜市 都在我們里內 那應該是我們整個 松山區算是最有特色的一個里 因為勞和街大概是我們大學時期那個打牙記有沒有 對對對 想要吃好一點就會來了 那里長已經幹了六屆 對 那這六屆這個大事可能沒有 但是小事每天都要做很多 對 那里長你覺得這六屆裡面有沒有哪一件事情是讓你覺得 印象最深刻 服務的過程中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 這二十幾年來 到今年 剛好二十二年 這二十幾年來我覺得 就是從彩虹橋的爭取 彩虹橋 然後 結水郡的地下化 水郡地下化 然後松山捷運縣也是在我任內 從施工到完工到啟用 在我任內 是 那個都是大工程 這個不是小事 這個都是大事 我們要更正一下 我們早上講里長幹小事 我們這個里長是幹大事的 沒有沒有 捷運縣 彩虹橋 剛剛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 就是鐵路地下化 鐵路地下化 那個時候是大工程 那個台南搞到這個 天風地裂 我們這裡好一點 是 我們這邊 那代表你這個調和頂難 把諾都跟老百姓溝通的能力 是有的 沒有 我們裡面很全力配合 裡面的建設這樣 你說這一邊的選民結構 剛剛因為這邊廟宇中心 所以這邊是相對是比較 本省的居民是比較多 對 沒錯 大概占到幾層 大概 七層到八層 因為有石右宮 剛剛講有石右宮 石右宮 還有松山小海城隍廟 小海城隍廟 那個峽海城隍廟 它是擺的是 就是城隍 城隍爺 對 那這個城隍廟應該就是從大陸 我們以前閩南那邊 對 那邊 就是 你知道你也是賣掉的 沒有 祖籍在賣 沒有 我土生土長台北市人 台北市人 那祖籍是在福州 福建的張州還是泉州 泉州 有回去看過嗎 沒有 沒有機會 我記得那個城隍廟 好像大陸它每個地方都有城隍廟 對 像那個廈門也有城隍廟 他們 因為以前廈門是屬於泉州 對 它那個廈門城隍廟 就有跟我們台灣城隍廟 有 有類似姐妹廟 會互相去 就好像石右宮媽祖廟 跟美洲媽祖也是 有姐妹廟 所以在這個 所以在這個 在這個信仰中心當里長 你覺得跟其 因為你也認識很多其他的里長 在整個信仰中心在當里長 你覺得你跟其他的里長有什麼 在服務上或者工作上 或者是這個 跟居民的互動上 你覺得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 寺廟就一個宗教文化的一個表真 然後我里內十間廟當然就是 每個 每逢廟宇的聖誕或者是節慶 是 拜到 就是 就是凝聚我們里民的一個 精神的時候 對 尤其是像石右宮每年的落境 是 我們幾乎大家會都會擺 色祥案出來拜拜 就大家的習慣 因為我小時候是在福建長大 我們那邊 我是在福建的張州 那個7月的時候 7月的時候 或者是那個春節過後 不是那個神明會 是類似那樣吧 就是神明會繞 繞境 繞境那樣家家戶戶就擺相案 擺相案 或者是圍觀 因為我們那個廟 神明真的會抬出來的 對對對 沒錯 而且只有說有大罵禮罵三罵 三尊神教 有三尊神教 都會出來這個保境安民 是是 這很有特色 等一下我們可以待一下畫面 那第二個我們也很好奇 就是里長 因為你剛剛說 你還在銀行業待過 還在這個航空業待過 然後最後做得最久的 竟然是當了里長 當了幾十年 那其實說實在 里長那個 處理很多大事 狗皮倒灶的事情也一大堆 有沒有人什麼夫妻吵架 跑來找里長 連抓死老鼠啊 抓死老鼠都要找 都是 有必備的 那就等於是一個 活著的 應該說等於一個這個 血淋淋的肉體的神皇爺 沒有沒有不敢 不敢 我看你們這邊這個建築啊 相對是比較新 這個是設立在我們市政府的這個 這個 這邊是 原本是一個舊的停車場 是 然後因為使用年限到了 原本是機械式的 然後在民國 104年 105年的時候 因為它年限到了 然後要拆掉重 重新改建 所以我們就向市政府民政局這邊 爭取了一個活動場所 跟禮辦公署 我看這個 旁邊就有人在練宜家 對 這個是什麼 這個也是你們禮的提供的嗎 對 場地是由禮類提供 然後就是由 開放給各個社團 或者是 一些民間的設施來這邊 使用 使用 等於就是提供禮民使用 我看那叫持有區民活動中心 對 當然不限於我們持有禮的才可以使用 台北市民 都可以 因為這個是市政府提供的 對 那我們另一個就是說 因為現在 禮長幹了很多行業 剛剛講說 航空啦 銀行 然後做禮長 你 因為像現在年輕人 在選擇行業的時候 常常有時候很迷茫 你從你過去的這個職業的經驗裡面 有沒有給一些 我們的年輕人一些建議 因為有人是說 你最好就是從一而終 做一個行業做到底 你換了好幾個不同行業 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可以跟我們青年朋友做個分享 當然 你在各行各業 本來就有那個熱情跟熱衷來 從事這個行業 當你在私人的一個企業當中 你就做好你工作本分事情就好 完全跟禮長的職務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禮長變成說你要服服大眾 在每個禮民他的需求 或是政令的一個宣導 我們都要全力配合 好 網路上其實選這幾屆以來 每次選舉就是網路上說 禮長多好康 禮長薪水多少 然後怎麼樣都不用報 現在都是騙人的 澄清一下這個很重要 這是真的 所以禮長的薪水也要報 沒有 禮長沒有薪水就事務費 對 禮長是沒有薪水的 他之前的四萬五 他就是包含你的水電 租金全部要保掉 對 水電 然後還有茶葉 碳粉 所有需要 辦公設備 你想得到的 全部都要用 台客公司的都懂 甚至你電 甚至你電腦壞掉的零件維修 都包含在裡面 都包含在裡面 然後還有紅白鐵 是 而且我里內還有十間廟 當然不是每個里都有那麼多廟 是 所以那些廟 可能有些時候禮長也要稍微 都 那你自己要有本業嗎 還是你現在就沒有本業了 目前沒有本業 我扣祖公要塞 扣祖公的祖公財產來 那也很不容易喔 沒有啦 就是也要 對啊 因為里長他本身 因為我們有接觸很多 有些里長要去募款 你現在有那個 關懷協會嗎 比如說中午吃 那個老人共餐有 配合社會局的一個老人共餐 對 現在老人共餐 好像社會局提供的錢也不多 原本從每位長者40元 然後因為可能經濟 互相的壓力 現在只補助20元 所以補助20元 以我們里長的人民愛護 不可能提供20元一餐給阿嬤吃 20元就只有白飯配醬油糖 那後來你還是繼續在做 那怎麼辦 各地三星人士大家一起來 這都沒有 因為這個算是有公費的支出的話 我們比較不願意把它混合在一起 密集在一起的話 怕會有 會亂 那怎麼 那現在還有共餐 那個共餐的經費 就會由長者自己 他自己支付一點 然後大家也來聚一聚 對 所以很重要 因為老人家不出來 很快就老人世代 我們鼓勵長者能走出家庭來 不是在家裡帶孫子 接送孫子上下課 或者煮飯也算是可以家人吃而已 出來走走 我們這邊課程很豐富 你這裡有課程 那我們去看一下 目前是徐佳 然後也有尊教信仰的 像辣椒吃也是 現在在上那個 比較心靈上的威健的課程 那很棒 我們能不能稍微帶一下那個課程 介紹一下歌聲 好不好 來 給他最難了 給他最難了 好來來 好來 不要太難了 來 要開燈嗎 可以可以有燈嗎 好 好 往前 一四 好 一四 一四 一六 一八 一六 一六 一 二 一 好 緩緩的補起來 轉動你的上半身 一 一 往右 好 這個夜市啊 我以前常來 是 學生時代 這個打牙記 我都來吃那個 藥燉排骨 對 那你說有三家 喔 你是如鼠家珍啊 沒有沒有沒有 那 除了藥燉排骨 我印象很深刻 有沒有 哪一些 我還沒有發現到的 你來跟我們 像目前還有第一家那個 胡椒餅 喔 胡椒餅 對 還有蚵仔麵線 蚵仔麵線也是特色 對 油飯 對 就是傳統的 我們台灣的地道美食 是 可是這個藥燉排骨 我在大陸沒有吃過 是喔 它是閩南的特色嗎 應該是 喔 是閩南的特色 它就是食泉大補湯 然後這樣排骨下去轉 變藥燉排骨 變藥燉排骨 那好像現在 我記得我當時吃的時候 好像也不貴 現在要超過一百塊嗎 接近了 接近了喔 九十塊左右 有上漲 我記得以前好像五六十六七十 對 十年前 那現在這個晚上人潮多嗎 痾 疫情過後人潮現在非常多 現在要 停 來逛樓 街夜市停樓上的車子都要排隊 喔 所以 那里長這個門再放鬆一下 如果這邊也停不下 有沒有附近哪邊 因為我這個也不少啊 這個停車場也不少 汽車是有三百一十個位置 喔 所以都還停不夠 對 那這邊停不夠呢 還有那個松山國小地下市停車場 喔 所以我們觀眾以後到了這個十六宮 十六七的這個 里民中心在這裡 剛好一個在勞河街頭 然後我們這邊算勞河街尾 各一個停車場 喔 所以有兩個停車場 所以大家以後這邊如果停不下 就去那個尾巴那邊 分漆分流到那邊去 那如果在家人喔 可以先 先讓家人 如果你沒有地方 這邊下車就可以逛了 對 沒錯 然後去那邊停 每一個地方 旁邊就好 那我看旁邊就是市民大道嗎 對 那你這個里大概這個 北中南到什麼邊界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北邊就剛剛提的 就是跟基隆河為界嘛 是 然後 中邊的話就是中破北路 然後南邊的話就是市民大道 然後西邊的話就基隆路 是 我們全長大概1.2公里 有1.2公里 比較下長型的里界 那還有一個里長算是 我們這個民俗的專家啦 因為那個廟你也比較懂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 那個什麼廟喔 拜什麼神 我現在我大概只有知道 城隍廟就拜城隍爺 城隍爺是一個城市的守護神 那像新竹它有城隍廟 也有說到說 新竹的城隍廟 就是守護新竹的 那另外你說 有3間比較大的廟 它各拜的是 供奉的是什麼神 能不能跟我們做個科普一下 我們里內就是有10大 10座廟宇嘛 然後最大可能就是石右宮 石右宮最大 把它就是供奉媽祖 石右宮是媽祖 因為保佑媽祖 石嘛 石翔的媽祖保佑我們 我們里內也是以石右宮來命名的 所以這個禮因為有石右宮 所以又叫石右禮 對 所以媽祖特別的來照顧我們當地的居民 我還聽過一個傳說 說台灣當時在歷史上 我們打過中化戰爭 對 可是中化戰爭是滿清末年 唯一贏的一場戰爭 據說就是基隆的媽祖 那個法國炸彈丟過來 那媽祖呢 穿著裙子就把那個炸彈呢 把它捧住 然後保佑了基隆的民眾 那我們這個石右宮 有沒有相關的傳說 來護佑我們石右禮的故事 保護我們里面全盡平安 喔對不對 看起來又乾淨整潔 好 那剛剛講石右宮是拜媽祖 然後城隍廟是拜 城隍爺守護神 另外第三座比較大的是 就是峽海城隍廟 松山峽海城隍廟 一樣是城隍廟 也是供奉城隍爺 松山峽海城隍廟 這個峽海城隍廟 它有祖廟嗎 有哪邊分過來的 它是從 也是福建那邊 就福建的峽海 峽海 是 城隍廟 福建峽海 也是屬於這個保禁安民的一個 對 沒錯 那其他七座廟是屬於 就是還有三座 三座土地公廟 土地公廟 對 然後它有做那個水浮宮 就是 因為我們濱臨基隆河 對 然後祈求拜 水浮宮 就是水德新居 就是水神 對 水神 不要煥爛 不要洪水 是 還有兩座的那個 萬聖岩 大眾廟 萬聖岩是因為以前 武祖 武祖的那個 武祖墓 那個是客家的嗎 沒有 萬聖廟 萬聖爺 萬聖爺 萬聖爺就是武祖的神明 神明 那七葉的時候他們做的比較大 萬聖廟 就是武祖的神廟 所以有持幼宮有這麼良好的文化氛圍 所以里長看起來比較不容易 所以如果以後要這個看起來青春永住 要搬來這裡 是 不敢搬 里長的負擔會加重 那剛剛講到三個土地公廟 應該跟我們的故事 跟這個里的故事有關聯 要不要跟我們也說明一下 因為持幼以前在行政區 還沒有化分之前是 由七個里來組成的 後來在民國大概70年左右 行政區再次化分的時候 把七個里變成三個里 當時每個里都有一座土地公廟 因為土地公是照顧在地的 最基本的一個神奇 後來在民國大概78年左右 又把行政區重新化分 把這三個里合併成為一個持幼里 一個里 所以你這個里其實在整個 我們松山算是大里 人口有多少 人口將近八千 流動的更多 排名前幾名 還好 流動人口應該是最多的 更多 對 流動人口是最多的 因為我們這邊有捷運 台鐵 還有很方便的繩道 松山車站就在 對 松山火車站就在這裡 對 還有松山捷運圈後面 就在捷運 然後捷運是哪一站最近 也是松山站 也是松山站 松山火車站 松山站 松山捷運站 捷運站都在這個 趁交通便利 對 所以以後來逛夜市 兩鐵公共 逛夜市不一定要開車 你可能坐捷運還 比較方便 搭乘大眾捷運系統 不好更方便 是 好我們今天很謝謝里長 這個 真正的書法家 我來寫一點書 看到你呢 我就知道 沒有沒有沒有 有練過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